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敬、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 有节制,凡事忠心。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大灾,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揭在荣耀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